妆化好了我的大小姐 今天的订婚典礼 整个江城的大佬都会来 所以你要开心点 要不然明天的跟她头条 就会出现 田家大小姐 被逼订婚的夸张新闻哦 我不在乎 王浩哥哥 别 要是被妹妹知道了 咱们的计划 就全泡汤了 怕什么 等我帮你拿到她爸给她的钱 我就跟她解除婚约 她呀 一点女女味都没有 哪像你 风情万种的小妖精 都怪那个老顽骨提前部署 要不是为了得到所有的股权 我怎么会舍得 你跟她订婚 王浩哥哥 你放心 等我拿到了所有的钱 我一定少不了你那份 来 表示一下 讨厌 你们二位可真是好兴致呀 你都听见了 你们为了得到我爸的财产 如此的处心积虑 妹妹 这可不能怪我们啊 要怪 就只能怪你爸 把事情做得太绝 自从她昏迷以后 要不是我妈 那整个田石集团早就完蛋了 可他却要把所有股权都给你 凭什么 你们这些年拿走了所有的分红和利润 还活动这个外人倾占我爸的股权 你 你太过分了 我怎么能算外人呢 今天订婚以后 我们可就是准夫妻了 你爸的股权还没过到你名下 等我们正式结婚以后 那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了 你 你 我只 田涛涛 你这样敢打王浩哥哥 你 打也打了 戏也该消了吧 我要换衣服了 我们的订婚典礼马上开始了 陆雪儿 我是不会让你们诡计得逞的 陈会长不再行啊 还是好了我爸 想要我自己改病例吧 要病 又买肥肌啊 又钱收了 展少按照您的吩咐 这回我是一个事我们跟别人说呢 嗯很好 能跟GIA这么大的公司合作呢 这是我们商会莫党的荣幸 一切我都帮你安排好了 合作的事 先缓一缓吧 啊 男少您的意思是 我先去抢婚 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 田涛涛 订婚典礼马上开始了 你还不赶快过去 磨蹭什么呢 你跟你女儿总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 我已经准备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帅你学校 淘涛 你还要跟王浩那个渣男订婚呢 订婚又不是结婚 反正跟谁都一样 王浩 你认得我 当然 你是 酒店服务员 对 就你了 五百块 我 做我一天的未婚夫 五百块怎么样 上个班还能赚个外快 你也不亏啊 假未婚夫 好啊 就一你 跟我换衣服去 哦好 哥哥 你说 要是妹妹她真的退婚 怎么办 欢迎 谢谢 这是我女性 这是我女儿 她们这个类子 欢迎 江城所有的企业都会江城商会统侠 我们王家和商会是什么关系 只要她敢让我们看 我就让她四面楚歌 到时候 他们还得看我的脸色 那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我们就好好等着妹妹出场吧 干杯 王豪哥哥 等会儿 等会儿 好了 刚刚不是很英勇吗 怎么现在在门口这儿 却又咋菜肠股了 林郑换夫 本姑娘那是头一回 一会儿那个场面 会不会有点血腥啊 林郑换夫 那就说明你的未婚夫 要么就是绿了你 要么就是伤了你 虐渣吧 血腥点也无妨 看不出来啊 你这个服务员 还只懂心理学的 走吧 狭路相逢勇者胜 证明硬刚 我欣赏你的勇气 甜草草 你没让我失望 什么 我说 你的未婚夫 本方定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田桃桃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订婚典礼 现在 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正牌的未婚夫 王浩哥哥 他是疯了吗 居然来个服务员 都未婚夫 田桃桃 这是怎么回事 妈 今天这么多人 咱们的脸 都被他给丢尽了 怎么 你还要打人啊 臭小子 敢管我们家的事 大妈 桃桃不是你的女儿 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大妈 你一个服务员 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田桃桃 你爸昏迷以后 我这个做寂寞的 就有权利带他管教你 竟然跟一个小白脸 勾三搭四的 我们老天家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你说谁是小白脸 敢这么对我 我让你吃不了兜得走 还嘴硬 你田桃桃 你赶紧让他放开 我妈可是你的长辈 只要你们承认 她是我的未婚夫 她自然就会放手 认认还不行吗 认 放开吧 桃桃 再怎么喜欢恶作剧 也不应该在 订婚典礼上 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王后 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 你被我甩了 田桃桃 你可想清楚后果了 这件事的来龙群外 不难查 请你们弄清楚事实 再过来兴师问罪 我们走 你代不走她 我才是她的未婚夫 那是以前 现在我才到着未婚夫 田桃桃 你要是走了 以后就别进田家的忙 你们好自为师吧 今天谢谢你 酒店小哥 翟天忆 我的名字 翟天忆 我记住了 不过今天多亏有你 要不然 我肯定会被他们 啃得连扎的不剩 你的演技还真不错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未婚夫了 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一天就够了 不然呢 田小姐 能不能用你的脑子 好好想想 从今以后 田家和王家 能容得下你吗 你似乎很了解我 也不是很了解吧 不过 帮人帮到底 如果你需要我这个 未婚夫的话 可以打到找我 不用了 翟先生 就不劳您费心了 这是您今天的报酬 我就先回了 你会回来找我的 这少 你直接把你的身份 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我爸的职友将他托给我 让我娶他 正好现在协议结婚 我都要看看 这颗桃子有什么过程之处 这少 应 对了 你把这个给他 到时候他能用得到 进展如此神速 翟总肯定不高兴 客房福布翟天翼 请进 哦 这是我们宅 哦 宅天翼 给您的名片 说您肯定用的事 请务必说去 一个服务员 还搞什么名片 走了 塔塔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回我的小公寓呗 反正我从来没把自己 当成大小姐 喂 田涛涛 想要见你爸最后一面 马上给我滚回来 你不要伤害我爸 我现在就回去